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 上期我们说到艾皮西斯文明的崛起过程 以及元兽与他们之间将要一触即发的大战 本期故事紧接上期末尾 元兽大军在数人统领的指挥下 浩浩荡荡地朝着阿兰卡尖锋进发 此时的艾皮西斯鸭人也侦测到了渐渐迫近的元兽大军 以及在元兽群中那巨大的包子巡落塔亚拉 然而鸭人的秘密武器鲁克马之锡还未制造完成 若是无法在敌人逼近尖锋之前完工 鸭人一族必将再前难逃 眼下局势紧迫 一些勇敢的斯卡拉克斯法师还没有放弃 他们主动起命沿途伏击敌人 尽可能拖延敌人前进的步伐 给安哈尔同伴争取宝贵的时间来完成鲁克马之锡 在之前塔拉多的突袭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那一次战斗并非一无所获 法师们发现了纳勒加尔 直到是他在引领着木金和其他元兽的行动 若能除掉他 敌军定会遭受重创 于是斯卡拉克斯法师以暗影作掩护 避开了元兽的主力军 他们悄悄潜入了塔拉多的密林 并找到了纳勒加尔 就在法师们正准备动手还未动手时 纳勒加尔察觉到了他们的到来 愤怒的树人脱离了冥想状态 迅速除掉了这群来犯的鸭人 可鸭人们还是成功地释放出了暗影的力量 纳勒加尔中了鸭人的诅咒 腐败在树人的根须与枝干上蔓延开来 诅咒侵蚀着他 使其变成一颗焦黑的枯木 倒在了鸭人法师的尸体旁 纳勒加尔一死 元兽之间的连接立刻崩解 大军顿时失去了指挥与方向 在阿兰卡尖锋边缘停下 不知该何去何从 斯卡拉克斯法师们的行动 成功地拖住了元兽前进的脚步 为安哈尔祭司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顺利地完成了武器制造 在塔亚拉眼看就要抵达尖锋时 安哈尔教派启动了武器 强大无匹的能量 从鲁克马之息中咆哮而出 撼动了整个尖锋 装置中喷出的白质火光 穿透了塔亚拉的胸膛 安哈尔的秘密武器瞬间将那包子群落 烧得只剩下一团灰烬 而其他元兽也未能信免 无论是木鸡 多流行者 还是元祖新兽 都在刹那间被鲁克马之息烧得灰飞烟灭 为数不足的元兽幸存者 狼狈地逃回了塔拉多 安哈尔毫不留情地 吞噬了这些四散而逃的元兽余孽 焚尽了与阿兰卡相邻的整片林地 等到烈焰消散之时 尖锋周围早已化出一片焦桶 再无半点生气 艾匹西斯的胜利 彻底削弱了自然的力量 永茂林地及元兽们 再也无法以任何形式 重振昔日的雄风 德拉诺的繁兼文明 从此进入了全新的黄金时代 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前 1200年 在瓦解了永茂林地之后的数百年间里 艾匹西斯渐渐壮大成为一个繁盛的帝国 人口与日俱增 一向自视甚高的鸭人 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物种 就连曾经称霸陆地的包子群落与元兽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更别提其他物种了 在没有了任何威胁后 艾匹西斯便投入到科学与魔法的研究当中 知识成为了鸭人文化中作为宝贵的资源 安哈尔与斯卡拉克斯教派 也化身成为智慧的守护者 负责编撰历史 钻研魔法 以及记录与世界和各种生物相关的所有信息 令人惊讶的是 艾匹西斯鸭人并没有把这些知识 记载在书卷或卷轴上 他们别出心裁地用魔法创造了水晶储存装置 这也就是我们后来见到的艾匹西斯水晶 只要清楚这些水晶 鸭人就能把存在于其中的所有知识 全部吸收到自己的脑海中 甚至连装置制造者的记忆也能归其所有 这里补充一下 艾匹西斯水晶 在燃烧的远征和德拉诺之王版本中 都曾作为货币登场过 只可惜 玩家并不能像鸭人那样通过触摸而射击水晶中的知识 除艾匹西斯水晶外 鸭人还能利用手中的魔法力量 创造出各类机械来帮他们建设帝国 鸭人一族本就傲慢 在击败元兽大军后 更是变本加厉的急速自我膨胀 他们认为 所有行走在星球表面的物种都不洁净 于是鸭人便制造了机械装置 从地下采集金属矿物和各种资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考古学中 鸭人分支的艾匹西斯卷轴中记载到 鸭人曾打算建造一座宏伟的天空殿堂 因为记载年代非常久远 目前还不清楚这座建筑是否建成过 或许这座建筑曾经存在于阿兰卡之巅 也不一定 而除了魔法 知识与工程学外 宗教也是艾匹西斯鸭人 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安哈尔基斯在装有鲁克马之息的尖锋周围 建造了一座座闪闪发光的太阳殿堂 每年都会有千百鸭人聚集于此 纪念艾匹西斯的胜利 并对鲁克马献上敬意 另有一些鸭人则会频频造访 位于尖锋脚下 那些早已延世之中的神词 斯卡拉克斯法师会在那里举行仪式 缅怀度压之神安苏 以及他当年舍身取义的壮举 另外 在艾匹西斯文明的巅峰时期 一小只由安哈尔基斯组成的队伍 前去寻找鲁克马的遗骸 他们在尖锋不远处 找到了他交黑的尸骨 并打算用魔法复活这只巨鸟 虽然安哈尔取得了成功 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新生的鲁克马 只继承了从前的少许神力与智慧 即便如此 艾匹西斯亚人仍将他视作重生的女神 安哈尔赋予了他光明的力量 延长了火鸟的寿命 让他能在天空中翱翔千年万世 这也就是玩家 现在所见到的世界boss鲁克马 在设定上来说 现在的鲁克马只有之前的部分力量 所以才会显得很弱 话说回来 当前的艾匹西斯文明 看似发展了蒸蒸日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 安哈尔和斯卡拉克斯这两个教派 都在为争取族人的支持而进行着激烈的奖励 安哈尔知道 要想夺取族群的统治权 就必须把知识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安哈尔教派的领袖 大祭司威斯利克 命令追随者前去搜集 尽可能多的艾匹西斯水晶 数年来 安哈尔教派一直都在秘密地进行着这一行动 他们将水晶 偷偷地藏在风铃顶端的太阳神殿中 直到斯卡拉克斯的领袖 大法师萨莱韦斯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他们认为 知识是所有鸭人的共同财富 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获得 萨莱韦斯要求安哈尔的祭司 立刻把水晶交出来 而威斯利克非但没有理会 反而宣布 安哈尔鸭人才是艾匹西斯的唯一统治者 只有他们有权决定 水晶与知识的归属 不仅如此 威斯利克还号称 他和他的安哈尔鸭人 才是努克马意志的权权代表 族人只有尊崇安哈尔教派的领导 才能得到太阳女神的眷顾 面对此等心事 老魔生算的萨拉维斯深知 倘若不及时采取行动 斯卡拉克斯教派 就会慢慢从压人社会中被边缘化 渐渐失去原有的影响力 于是 这位大法师果断召集追随者 大己围攻太阳神殿 他们声称 如果安哈尔拒不交出艾匹西斯水晶 那么斯卡拉克斯便要动用武力夺取 在太阳神殿正门前 两大教派打得天昏地暗 战火很快便烧到了尖峰的下层 接下层的鸭人有一些加入了安哈尔 而另一些则选择与斯卡拉克斯并肩战斗 这场内战持续了数月之久 为了力挽战局 安哈尔鸭人决定动用鲁克马之西 他们要用这台巨大的武器装置 让斯卡拉克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葬身祸害 在此情况下 萨拉维斯明白斯卡拉克斯鸭人 绝非鲁克马之西的对手 但他们仍然寸步不让 他率领一小群作为杰出的法师 冲上尖峰顶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破了安哈尔的防守阵线 来到了鲁克马之西面前 尽管安哈尔鸭人奋力反扑 但萨拉维斯已经释放法术 破坏了鲁克马之西 法术虽然起了作用 却也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伴随着一声风响 装置突然炸开 尖峰上的大部分鸭人当场逼命 大地也随之阵列破碎 火光消散之后 只剩下一片黑暗 这场爆炸将阿兰卡尖峰 分裂成了无数个较矮的风群 还把附近的地区 变成了贫瘠的荒地 后来 人们将这里称作阿兰卡风林 经过多个事态之后 这里才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而幸存的鸭人 则用了更长的时间 才从创伤中振作起来 尽管艾皮西斯文明 已经烟消云散 却有新的文明 正在它的灰烬中 冉冉升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通过编年史的描述 在大爆炸后 尖峰分裂成无数个较矮的群峰 可以想见 之前的阿兰卡尖峰 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尖峰 当然这个巨大的尖峰 因为被爆炸毁灭的缘故 所以巨大尖峰 与强盛时期的艾皮西斯文明 在游戏中都看不到了 而我视频里所呈现出的 其实是后来经过重建后的 压人城市通天峰 这次我们可以遥想 鼎盛时期艾皮西斯文明的强大 到这里 第二卷第一章 原始德拉诺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张杰名为岩石之子 顾名思义岩石之子 便是指的格隆德的后裔 同样是在黑暗之门开启前 1200年 800年前 处于巅峰时期的艾皮西斯 彻底粉碎了勇茂林地 这也同时帮助其他种族 消除了元兽所带来的威胁 给了他们发展壮大的机会 这些新生文明 与家人之间 无论是在领地 还是资源上都含有冲突 因为他们各自的生存环境互无交集 尽管德拉诺上的陆地种族 兴旺发展 但格隆德的后裔们 却没能彼此和平相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等到亚人文明衰落之时 这些岩石之子 已经繁衍的为数众多 并且广布各地了 接下来我们要推算一下 这些岩石之子的物种演化 到底用了多长的时间 想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参照物 艾兹拉斯与德拉诺 共同被泰坦造访过 然后发生的万神殿与 萨格拉斯大战事件 则成为了我们的参照物 不过这一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 编年史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往下推 根据编年史第一卷记载 从万神殿被萨格拉斯团灭 到艾兹拉斯星球上的第一次明确纪念 黑暗之门开启前16000年 之间还发生了许多剧情 由此得知 万神殿被萨格拉斯团灭 是发生在更久远之前的 这样一来我们便能确定 阿格拉玛离开德拉诺 也是发生在黑暗之门 开启前16000年之前的 然后距林与永茂林地 持续了长达数千年的战斗 到后来 格隆德与永茂林地的后裔 持续演化 再到黑暗之门开启前3000年 德拉诺上的第一个繁金文明 艾匹西斯文明的崛起 这表明德拉诺的物种演化 至少经历了万年以上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当时间来到黑暗之门 开启前1200年时 现在马格隆这个物种 已经变得极为罕见了 仅能在格隆德 及双火领地区 找到这些神秘的生物 而那些体型巨大的格隆 数量也相对较少 它们仍然在荒野上 四处游荡 行单引之 因为在德拉诺的任何地方 都无法同时满足 多个格隆的烈史需求 一旦两强相遇 必定会为了争夺领土 而打个你死我活 而至于其他体型 小于格隆的生物 则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出具雏形的社会 毒眼魔 它们虽然天性凶残 却很快就领悟了群居 与合作的重要性 它们清楚地知道 离群独居 将意味着惨败与死亡 后来 不同地区的毒眼魔 会组成各自不同的部族 这些毒眼魔部族间 会经常爆发流血冲突 在它们眼中 星球上的其他种族 全都不值一提 只被作为食物或者劳力 甚至 这连与毒眼魔 有着相同祖先的种族 也不例外 食人魔和兽人 这两个种族 很快便对体型庞大的毒眼魔 俯首成城 当某个食人魔部族 被征服后 它们最好的结局 便是被派到战场上去 与其他的毒眼魔部族拼杀 而那些虚弱患病 或是年老体衰的食人魔 通常会被活祭 用于安抚哥隆 以防它们入侵自己的地盘 相比命运凄惨的食人魔而言 葛隆德后裔中 身材最为矮小的兽人 为了躲避被奴役的命运 它们生活在距离毒眼魔 极为遥远的地方 当时 面积最大的兽人聚聚区区 是位于戈尔隆德下方的一处开阔洞穴 虽然 这里物产并不丰富 但却总好过 被毒眼魔奴役的凄惨命运 时间来到黑暗之门开启前 一千年 在艾皮西斯社会 瓦解后的数百年间里 丫人祭司和法师四散而居 它们还带走了 备受族人珍视的水晶碎片 后来 斯卡拉克斯教派中的小股势力 开始对这些知识与力量展开搜寻 这些势力搜寻水晶的目的各有不同 其中有一些是为了追求个人荣耀 另一些则是为了让鸭人族权的奇迹 得以留存下来 它们当中甚至有人认为 如果能集齐这些古老的智慧 并重建鸭人社会的话 或许就能再次迎来 崭新的黄金时代 现任的斯卡拉克斯领导者 名叫荣吉 他听说 那些关键性的知识 都被埋藏在 位于塔拉多沿岸的 艾皮西斯一记之下 可如今 那片废墟是独眼魔的地盘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无论是通过贿赂收买 还是以货依货的提议 却都没能作效 这些独眼魔虽然质力平庸 但体型和力量上都不容小觑 于是 鸭人们只得暂且作罢 等待时机 荣吉和他的追随者们 从空中观察着独眼魔不足 寻找着赶走这些蛮兽的机会 很快 他们便锁定了 住其城市的人选 那便是独眼魔的奴隶 石人魔 石人魔尽管在力量上 不及他们野蛮的主人 但在智力上却略胜一筹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任人拆使的状态 极为不满 只是苦于不敢反抗 后来 两人开始私下 与石人魔取得联系 答应向他们传授 奥处魔法 以便推翻他们的主子 两人们万万没有想到 向石人魔传授魔法的这些举动 竟然会引出 德拉诺上的另一个强盛文明 本期我们介绍了 艾皮西斯文明的新衰始 他们的衰落意味着将会出现新的文明 下期我们将介绍 关于石人魔与兽人的故事 好了 本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本期视频 能让你对魔兽世界 更加深一些了解的话 请务必记得关注 转发一键三连 如果你不愿意收藏的话 来个点赞和投币也是可以的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